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vlog 除了一个Roman的这个12号 特别喜欢 来试一下glossier的这个眉胶 啊我对我自己做了什么 今天有一个proset and set 然后有me turn paper 然后还要提前上课前看一个recording 然后明天还有一个case 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人家做饭 就是从原材料开始准备 一直到最后 这是一个做舒芙蕾的店拍的视频 hello 朋友们 这是我第四次fix我的美貌 现在是我满意的颜色了 来在一边吃饭一边把永远的君主 我大概还剩一下20分钟把它看完 然后再继续写后面的作业 看一下我做的面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其实 休息一下 很久没卷了我都快不会卷头发了 我12年级的时候经常卷头发 晚上12点钟在卫生间里面卷个头发 然后再睡觉 因为晚上才有那种时间嘛 最近有点想剪个刘海 让我感受一下 这里就剪掉了 我前两天写这个作业的时候 一打开这个作业就想吐 有点焦虑吧 人也特别的难受 然后就疯狂的吃东西 吃了又想吐 因为就很饱 但是又想吃东西 所以我想说 这周呢就正好拍vlog 然后把自己稍稍的收拾一下打扮一下 心情也能好一点 刚刚浇了我的paper 看一下外面 已经黑掉了 这两天Evelyn的写字到了 没有办法出门穿 我就在家里穿着 8点10分的时候吧 就还在赶我的那个paper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 另外一门课 好像这周也有个作业 然后我一打开 居然还是个paper 就周四 今天星期一 放一个IYOU的新歌 房间也收拾干净了 我的饭做好啦 这个是海市牛肉 今天没有放很多 这个呢看起来像是泡菜炒饭 但其实里面是白菜花和玉米 然后放了一些泡菜在里面 现在呢打开电视机 OK 今天终于是晴天啦 把这个点完我就可以用它来收纳了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我现在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昨天晚上我不是吃鸡嘛 然后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小黄鸭的衣服 这是我第一次在游戏里面冲钱 我给你们看 看 我买了一件小黄鸭的衣服 给我的小黄花粉扎 我今天打算做一个 舒芙蕾 pancake 我的舒芙蕾 我给pancake做好了 我觉得有点失败 但是它是那种 咚咚的感觉 给你们看一下 口感也还不错 我现在去楼下拿个包裹 穿了个外套 消毒了一下 这个是Cinnaman Secrets的这个 这下盘 Hand Sinitizer 消毒的洗手液 你们看我现在在做的作业 打算放一个电视剧 因为我觉得我放电视剧的时候 反而比较好集中精力 吃个水果 它里面真的超级白 超级嫩 给Money 现在早上 5点多 我昨天两点钟睡 可是我作业也没写完 可是我作业也没写完 Hello 我把粥给烧糊了 Oh my god 我躺在床上 闻到了一股焦热的味道 Hello 我刚刚洗完澡 然后来敷一个Glamgo的面膜 诶 这个鼻子 面膜敷三分钟就可以了 它等下会起泡 Hello 我的愿望好了 你看我煮的一大锅 皮蛋瘦肉粥 有点乖乖的 我觉得我是不是 应该草草放在后面 相机的屏幕太小了 我根本就看不到效果 只能那会传到电脑上在看 再修图 把脸修的瘦一点 已经修的大一点 相机拍的都没有聚焦 SQC 好像有一张是聚焦了 这也没聚焦 最近在看韩剧 然后很想吃韩剧里的那个炸鸡 刚才拍很多张都不太好看 可能是那个上衣的袖子 还有都是它比较挺 所以我换了一个这种 很 flowy 的这种 白衬衫 现在四点钟 有一个meeting了 我们有一个演讲 然后大家要一起 几个人讨论一下 开始了 嗨 Chris 嗨 哈啰 你做得好吗 好 你好 你做得好吗 现在打算来选照片啦 我应该也穿这个衬衫拍的 就像小学生 不太好看 我觉得衬衫的这些还挺好的 可以后期披一披 头发又翘起来了 我又没看到 这个地方 之前有一支视频 就是一直翘着 这个点一个like 我一般呢 就是用Slim 这个一个功能 我这里有一个这个阴影的纹 我这里有一个阴影的纹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去黑眼圈 把它披掉 把这个电源擦掉 好 完成 我刚才把我的照片发给了学校的人 突然发现 Bilibili里面有732个贝壳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脸上摸起来不是很平滑 所以做了个去角质 今天是周日了 然后下午呢 跟朋友约了出去圈扬一下 我刚才发现 她真的喜欢我的变成 小饭吃好了 今天又要赶一个作业 明天要跟小组的人一起讨论 所以我今天要把我们的题材 都给整理一下内容 我刚才把新买的衣服呀 还有布料的东西都烘干了 Brenny Melwell买了三个发圈 一个是这种米黄色带着小碎花的 然后上面是有一些eyelite就是网眼 还有一个是这个深蓝色的 还有就是最普通的红色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红色的东西 Brenny Melwell买的这个小上衣 不资格的 它上面其实是带一点点绿色的 蛮好看的 很少女 可以当小开衫 也可以就是当top来穿 这个是一件Everlane的 我真的是很喜欢黄色 这种黄色就是很嫩的 搭什么都好看 这个Everlane的小裤子 因为我比较胖啊 所以我到夏天一般都是要穿这种 稍稍长一点的裤子 它这个瘦腰的设计都非常适合我 就不会容易掉下去 另外呢还是一件Brenny Melwell的大背心 然后这个超级的长 就是到我的大腿中间吧 我1米7 1米6几的女生都可以把它当裙子来穿了 然后它这个黄色也是嫩黄色 我用空气炸锅热了一下这个辣子鸡垫 这样的话呢 它的油全都漏下去了 已经换好妆了 现在等会儿要戴口罩 所以眼妆又很重要 我剪好了头发 但我觉得我剪的太垃圾了 我要把它放松一点 然后这里总感觉蛮有头发 而且那我的头特别大 我要选一个项链 这个是Brenny Melwell的 那个很火的小锁头 现在直接买的Justin Conquer 这个也蛮好看的 还有这种蛮黄色的小卡子 从来没戴过 变了一个小卡子 挺可爱的吗 穿了那个Evelyn的裤子 哎我的腿太粗了 大家见笑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是墨镜太黑了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西北大的人戴口罩的比较多 好看 哈喽朋友们 我到家了 我现在在消毒 都知道有点点掉了 我刚刚冲了个澡 换了家里的衣服 Anyway你很开心 打算舒舒服服的睡个觉 我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每天学习吃东西 学习吃东西 然后刷具吃鸡 刷具吃鸡 感觉疫情也没有 就是任何好转的迹象 这样的生活 不知道还要有多久 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就会经常哭啊 掉眼泪啊什么的 好 那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的Stories还是比较持续在发的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